现在空军发展有多少钱 坚实的成本又是多少 现今各个国家都在大力发展着自己的空军力量 那么打造一支强力的空军到底有多少钱 实际上一款先进的战斗机 从采购各种制造材料再到造出来 再到后来的维护费 损耗费 折旧费 加油费 甚至是空前人员的工资费 那都是相当庞大的一笔数字了 可以说从起飞到降落 那都是拿着钱来堆着让飞机飞上去再降下来的 而且还别小看了飞行员的工资 要知道飞行员的那部分可是占了主要大头的 一个飞行员从开始训练到训练出来 再到日常执勤 那都是相当花钱以及费精力的 但是今天我们不算这些费用 我们就算算一个飞机再加上飞行员执勤 从起飞到降落一个小时到底要花费多少钱 首先要根据美国空军今年发布的飞行耗资数据来看 对于现在的F22为例 F22每一个小时的飞行成本大概在50万人民币左右 怎么样是不是非常可怕 这相当于中国普通家庭将近6年收入的总和了 而且这还是没计算飞机折旧维护损耗的费用 如果将这些费用都加上 那恐怕耗资会更可怕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俄罗斯的 实际上俄罗斯的对比起美国的战斗机 耗资就显得没那么恐怖了 我们就拿俄罗斯的苏35来举例 根据俄罗斯空军发布的飞行耗资数据来看 苏35从起飞到降落一小时 起码要耗资40万人民币 虽然俄罗斯的苏35耗资不如美国的F22 但是其耗资也是相当的恐怖了 最后我们来看看中国的战斗机耗资吧 其实我本来是想拿歼20来进行对比的 但是歼20的飞行耗资数据到现在为止也是个谜 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 所以我们只能从歼10的耗资 来大概判断一下歼20的耗资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歼10的耗资吧 歼10从起飞到降落一个小时 大约要花费18万人民币左右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歼20的耗资 估计歼20从起飞到降落 一个小时可能大约要耗费35万左右的人民币吧 其实从上述的数据我们不难看出 一个国家要建立一个强大的空军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 从制造飞机再到训练飞行员 再到后期的执勤与维护 那都是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啊 而我们则更需要在国家的背后默默支持着他们 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会越来越强大